本集由能教你做饭的手机百度客户端赞助播出 如何把生你煮成熟饭 这是一门高深的学会 本集由秀恩爱协会赞助播出 我们是分手协会官方合作伙伴 我叫王大锤 春节假期就这么吃溜结束了 马上就要开始新的生活了 大锤弟弟 你能不能打起精神呢 再这样下去是没有出路的 主公已经把我们开除了 我们没有工作 再不努力奋斗 如何摆脱困境呢 既然你明白这个道理 那你还要赖闯到什么时候啊 我都叫了你一个时辰了 你跟我这讲什么道理啊 都怪天气太冷了 我被封印在这个被窝里 无法挣脱呀 不信你看 让我出来 让我出来 我要起床 我要起床 我放弃了 被窝这个恶魔实在是太强大了 我斗不过他的呀 你让我再休息一下 一会儿我就跟他拼了 哥哥你能别这么幼稚吗 弟弟 我决心要振兴我们的家族典型铺 抱小父母的养育之恩 哥哥 你是不想找工作赖在家里啃老吗 哎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曾经在悠悠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 平平淡淡 从从容容才是真 哎呀 你们这个店 跟我们波斯的店比起来 简直是太糟糕了 欢迎光临 什么欢迎光临 这分明是来找茬的好吗 你看看你 竟然脸不大脖子不粗 你根本不像个火夫啊 这怎么让顾客能够放心地吃你们的食物嘛 你简直是睁眼说瞎话 看一下我们的典型铺 卫生材是最大的问题好吗 你看这边 全部都是蟑螂 你再看一下这一边 全部解满了蜘蛛网 再看我的双手 我们做典型的时候 从来不洗手 可可 你这在奶忙子反驳呀 还想不想继续营业了 哎 大家看一看看一看啊 哎 我在隔壁店新开的波斯考船店 我们每年卖出二十一串 这个鲜子穿起来 可以要进行五串 真正的考船 你值得拥有 你们还在等什么 快去呀 哎 哎 别 竟然这么不要脸 直接开始拉客了 太过分了 什么绕地球五圈 弟弟 被他说的我都想尝一下了 可可 你看这位留下来的中心客户 你就不觉得惭愧吗 哎 我腿脚不好 你们能帮我排个号吗 啊 行 要几串 哎 说你竟然这么火爆 完全没有竞争力啊 味道真的不错 想停都停不下来 可可 我也是个成人 我有自己的判断能力 嗯 快快 太没费了 畜生 嗯 你们竟敢到竞争对手那儿去买羊肉串 哦 我们只是去打探一下叙食 哎 父亲 我错了 我应该多留一点给你 这里还有两招 要不您先趁热尝一下吧 你出去的东西 你叙食我了你 哎 哎 父亲 父亲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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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像你们这样的姐亲姐 早开关门了 哎 把这卖给我吧 这是我们祖传的鸡业 我们不卖 要不还是卖了吧 卖完之后有吃不完的羊肉串的 你个败家子 你知道祖儿创业有多难吗 我看呐 这祖上的鸡业 早晚败在你们手里 父亲放心 我一定会手中这份家业的 嗯 这是你们父亲 在我们店驰口船签下了债 还不上钱的话 就拿剑几债吧 父亲 父亲 你能稍微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吗 孩子 我跟你们讲个故事吧 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个女的叫孟江女 她的丈夫在修造长城的时候挂了 她知道之后就一直哭啊哭啊哭 辜负不负有心人哪 最后她竟然把长城哭垮了 父亲 我明白了 你向我们兄弟其心 克服困难对吧 我觉得父亲只是在转移话题吧 我现在啊 就把糕点店传给你们 希望你们 千万千万 不要把糕点店毁了吗 店已经要毁了好吗 父亲你就要逃避择任何事吗 你们居然气死我的父亲 我给你们事不得腻 信酒不失失罚酒啊 好 现在在三天不还 我拆了你们的剑 走 父亲 放心 我们一定会尽全力守住这家店 嗯 你们要加油啊 杨是这么可爱的动物 你们怎么下得去口 所以我们要坚决地认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杨是床滚出影视圈 嗯 嗯 哥哥你能不能有点立场啊 这叫什么抵制啊 杨是串这个东西一吃就停不下来 这是大自然的规律 我们无法避免呀 什么规律啊 自控能力差就直说 找什么借口 哈哈哈哈 你们这些交通小技 对我是没有用的 哼 卑鄙小人 使用伎俩的人是我们弟弟 我们卑鄙才对 你们这么想赢我 我就给你们一次 跟我斗菜的喜欢 让你们输得 心服口服 好 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 心服口服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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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你可不可以不要说话 你在做糕点呢 这个我是跟你们谈呀 做糕点的深奥的道理啊 那父亲你做出来怎么是这个样子啊 嗯 哦 这就是不用心的结果 做好了 父亲说的果然有道理 一边回忆一边做出的糕点 果然很糟糕 小哥哥哥你什么时候做的点心啊 这明白的会出的好吗 怎么样 服不服 不服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做类的 新鲜的青菜 新鲜的黄瓜 沙哈拉的胡萝卜 练菜辣大烤串 刚才明明用的是萝卜和黄瓜好吗 你是怎么做出鸭肉串来的 你作弊 要不我们认输吧 小哥哥哥 你能不能有点鼓起 想想父亲对我们的尊尊教诲 我跟你们讲啊 要想做出美味的糕点 靠的是精密 周到的制作手艺 父亲 你这种做法靠的是运气吧 我跟你们讲的是啊 制作糕点啊 深奥的道理 我也完成了 为什么父亲的教育总是反面利子 我们怎么可能会成功 我不会放弃的 我一定要拼命守护这家地儿 弟弟 你一定要勇往直前 实现父亲的梦想 这算奶门的支持啊 背叛了也太彻底了吧 实在是太好吃了 根本就停不下来 弟弟 加油 燕祖怎么腻 燕祖 你也来了 为什么我做糕点那么用心 那么充满灵魂 还那么有个性 为什么大家就是不喜欢呢 为什么 这到底是为什么 我叫王大锤 万万没想到 我们还是保住了糕点点 太好趣了 哥们就要是为了 为什么会输得这么彻底 但是为什么有一股淡淡的药味 是不是里面放了什么东西啊 哎 别胡说嘛 对 它里面就是放了让人上瘾的药粉 哎 对嘛 我是贼不卧底 在你身边已经潜伏很久了 今天注意让我找到了你的证据 哼 那又怎么样 我现在就跑 嘿嘿 来抓我呀 抓我呀 嘿嘿 抓我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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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呢嘿 轻点啊 干什么呢 谢谢你救了我们 不用客气 我就是我 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你什么都没做好吗 你一直在吃羊肉串啊 这是什么 哇哦 这圆论的形状 诱人的观折 让我想起了初恋女友的脸庞 你初恋连得有多远啊 这就像当年父亲揍我时 额头上凸起的包啊 这就是父爱的感觉 你父亲给的爱言太深沉了吧 你们不仅救了我们 还做出如此令人感动的食物 不如以后每年今天我们就吃这个 以此来纪念你们吧 我还活着呢 纪念个什么玩意儿啊 弟弟 我们已经成功地保住了点心铺 这样吧 我叫王小可 你叫王大锤 所以我们在两个人的名字当中 各取一个字 为这个食物命名 它就叫汤圆吧 好棒的名字啊 哪里棒了 有自己名字给食物命名 这实在是太自恋了 每一天都要祝你快快乐 每一分钟都盼望你屏屏寒寒 季夏的光都要环绕着你 春日冬生残寒不必 每一天都要祝你快快乐 每一分钟都盼望你屏屏寒寒 也不用拍照 每一天都要好 我们想不得了 我们的一天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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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是要加油